大家好,歡迎收看Bili Bala Talk 上個月團啟講耶穌基督釘十字架 今個月講耶穌基督的復活 其中有一條給我們默想的問題 究竟耶穌的復活在你的生命中 有沒有帶來一些震撼和改變 改變了你行事為人各方面呢 如果有的話可以分享一下 我自己想起我自己的過去一生 到現在為止做人 當人之物各方面 有幾點跟耶穌基督也有關係 先講一些神學少少 理性少少的 慢慢進入一個感性 很多人覺得我只有理性 沒有感性的一面 絕對是你們的錯 你們的看錯 不過先講理性 這個 保羅在前書第15章 如果耶穌基督沒有復活 我們信基督就 狠狠狠枉言 我們為什麼要這麼狠狠 去殉徒 為什麼要全教的時候 被人丙餐死 如果耶穌基督沒有復活 但是如果耶穌基督有復活 這個神就值得我們來 去全入 因為祂是死亡 聖個罪 同時間 耶穌基督有了道的話 祂說 神的國會在內 祂會消滅 敵黨神 魔鬼撒旦的權勢 各方面 你會不會願意跟從祂 作主門徒呢 會不會接受這個邀請和挑戰 配十甲根蟲主 當 我們是這樣來看 於是 要想一件事 耶穌基督的死 聖十字教的事 有很多 歷史文獻 證據 客觀 主觀 各方面 基本上 不容置疑也不需要懷疑 但是當說到祂的復活的時候 哪怕這個是事實 哪怕這個有 不少的見證人 主觀也好 客觀也好 到今時今日 你仍然 需要選擇 你 願意相信 還是不相信 還是 還有第三個 我都相信的 但是 仍然繼續不斷 去充滿懷疑 半信半疑 糊塗糊塗 那 我自己 我自己 就是選擇了 相信的 如果不是 真是 即使今天 又沒有這個 殉道 在北美洲 至少 香港還沒有 但是 你回教會 浪費那麼多時間 又要給十一奉獻 跟一些人 又要查經 傻傻傻 聽一些很悶的道 這些全部都是 浪費 全部都是 星期日 睡晚一點不好 是吧 喜有此理 或者星期五 或者星期六 有些團契 你跟其他朋友 聊天 一些合謂的人 一起 好過跟一些 動物園裡 獅子和老虎 聊天 沒有意思 純粹因為 神 愛你 你學一下 愛其他人 或者 開放自己 讓其他人 關心一下 這些都是一些 practice 各方面 沒有耶穌的話 就浪費 OK 跟着 我自己 如何感受到 主的復活呢 既然我又看不到 他 哪怕他 升了天 在天上 太空 Elon Mars SpaceX 上了 太空站 升完天之後 他去了哪 這是一個 2000年來的 疑問 尤其是科學 更加昌明 時候 所以有些人懷疑 是不是外星人 Anyway 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何能夠 感受到 或者經歷到 他的同宅 我自己 不會像其他人 感受 主這一刻的 同在 因為我 可能真的 理性一點 沒有什麼感情 沒有什麼感受 但是同一時間 我會覺得 我自己 好像一個 小朋友 在公園 玩 媽媽在隔壁 我小時候 婆婆在我隔壁 陪我 在公園玩 當媽媽在 或婆婆在 我自己 不會理過 我婆婆 或者媽媽 很專心 去玩 直到有一刻 我發覺 原來我媽 我婆婆 不知道她在哪 那時候 我才會 感受到 那份 彷徨 那意思是 我是深信 他們在 保護我 或者看著我 不會做過份的事 或者看著旁邊的 紀安 不會打包我 那時候 我就很開心 玩 我就不會 精神 緊張 我感受到我媽 和我同災 這些人 我覺得是 如果既然我 一個很 可以摸到 可以感受到 可以看到的人 我都會是 那時候 何況 一個 神 我抱著這種心態 所以我平時 感覺不到 代表 我知道 他仍然活著 仍然在 掌管 一切 直到我那一刻 感覺不到 他的時候 我就值得去想 究竟我有沒有一些 得罪了他 我生命當中 曾經經歷過一次 只是一次 感覺到 他好像 離開了我 有少少 像耶穌 主呀你為何離棄我 就是釘十字架 那一刻 當然 在神學上 有些人 就 說那一刻 他就 過了罪 他的身上 所以 連神都不理他 但這個是 說的 正經從來沒有這樣 說過 這個 interpretation 當然你喜歡的話 可以用這個 interpretation 沒甚麼所謂 第二件事 就是當你能夠 真是經歷到 或者 知道 或者相信 主耶穌 真是活著 的時候 就好像 保羅那樣說 哪怕是殉道 哪怕是 真是 叮不叮 都七彩 他都願意為主而活 為他 去延盡 每一刻 去奉獻 當跑 去跑盡 圍繞得 生命的冠冕 或者主的 贊賞 那樣 真的是 有少少 像 我們 去迪士尼 玩 玩 我不知道你去過多少 迪士尼 現在都還未開 因為疫情的緣故 炒28,000人 Anyway 入到迪士尼的時候 入場費很貴 如果快速 就貴一點 但入場費的時候 除了食物之外 或者是 再付錢之外 玩任何東西 理論上 都是 狂玩的 所以 有很多人 我們當時進去都是 神那麼早 平時都不會那麼早起床 但是 早點起床 然後就 排隊進去 接著去到 修館的時候 才出來 有個不好處 就是 仍然都要排隊 還有 有些旺季 鬼死那麼多人 Mother than that 這個就是你去 迪士尼的 mentality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信耶穌 很多人 就是 拿了一張入場券 隨時 拿著 然後就不會入場玩的 就算入場玩之後 就坐在椅子上 然後 沒有了 要付代價 我們只是看到代價 但看不到 reward 這個 復活的主宰 提醒我 自己 就是 我可以來到 all in 我不是 all in 去第三世界 宣教 那種 我也未必去到那種 我都是好像去特使 選擇 我想玩的 那些東西 那些太恐怖的 例如 摩天輪 那些 很恐怖 有一次坐摩天輪的時候 Mini笑我 因為我怕得 震了 然後嚇到傻了 去高空的時候 對沒有一種幸福摩天輪的感覺 但是 在這個 宗教裡面 我自己最享受的就是 查考神的聖經去認識神的時候 我真的玩得很盡 有很多人會怕我解錯經 會遇到懷疑神 但是我又覺得 如果真的有聖靈的帶領的時候 就算解錯也會繞回正 只要我肯用心繼續來 去死錯 去研究不同的一些 即是 法律也好 聖經的經文也好 另一件事就是 如果這個真的是神 真的是神 他應該讓我懷疑得起 不會太過玻璃心 一來二來就是 那你不會懷疑 最後你找到 原來最大的問題 可能就是 你自己查找不足的問題 嘗試抱著一種 欣賞又懷疑 take risk的心態 來去 all in 這是我自己的 mentality 那才叫做有血有肉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很喜歡一首歌 可以來去 summarize 這個 態度和生命 就是這個 白江姐姐 在這個 三四十年代 如果沒有你 這首歌 不是莫雲偉那首 如果沒有你 他 你不需要改任何一首字 這首歌 是 像一首 詩歌多過 像一首流行曲 或者情歌 其中一句 我覺得很欣賞 就是 不管天有多高 也不管地有多厚 只要你陪著我 我的命就為你而活 你正常來說 現在港女港男的時代 你都不會說 我的命為你而活 拍戲都不會這麼辱麻 現在 但是 所以 這首歌 詩人是不是真的信耶穌 我不知道 但是就很反映到 我自己的心聲 第三 就是 當你知道主是活著的時候 而祂承諾過一件事 其實每次吃聖餐 理論上都應該 refact到這件事 我們 經常覺得吃聖餐的時候 主與我同在 但實際上 主耶穌當日吃聖餐 頒布聖餐的時候 不是這麼說的 他說 我不會再跟你班友仔 吃這個言直 直到我回來那一天 所以 聖餐本身的意義 是因為主不是坐席 而是 他要等他回來 在這種過程當中 你就 have an end in mind 原來 世界不是純粹 我活一天就過一天 而是 我知道 將來 是有一個 所謂的終結 原則 新天新地來 我會與主 來 相會 而這個 情況出現的時候 除了開心之外 在一個 膠象的時候 我今天 應該怎樣 去活著 以至到我將來 可以得到 神的稱讚賞 賜次 呢 用這件事來改變 我今天的態度 這個有可能 可以 在迷惑 在迷惑 迷惑 會不會 排隊呢 還是 欺貓 做紀安呢 我沒有資格做紀安 其實 不夠人打 但是 我又記得 白光姐姐的另一首歌 又是不需要改一粒字 已經可以辨識 就是 等著你回來 我們 會不會 抱著這種 have an end in mind 那種的心態 等著在來 做好我們今天 過好 或者享受我們的 今天 說了那麼多首不同的歌 因他活著 如果沒有你 或者等著我回來 總結的時候 我會放在 我那個end posting 那個link 我自己寫一首歌 叫做 沒有好處 不出自你 這首歌 就反映我自己 在整個人生當中 行事為人 怎樣 怎樣 有福的主在我生命當中 我作人的態度 我作有命 各方面 你看歌詞的時候 可能都會看到 跟普通 說 因為主耶穌在 他會為你安排一切 搞定所有事情 你不需要擔心 那一種 這樣的 可能都會有 少少的 不同 分享到這裡 今天 多謝你收聽 歡迎你訂閱 讚好 分享 還有 聽一下 剛才那些歌 雖然 可能 有些歌 你會覺得 很老套 都還未頂